新闻 股市 產業趨勢 掌握理財脈動 大家一起發發發 歡迎收聽財經一路發 98新聞台FM98.1 財經一路發大家發發發 聽眾朋友我是阮木華 哇這台股真的有夠強的 雖然說川普即將在本週五之前 對中國大陸要刻意的保護性關稅的 相關的產品的清單要出入 據說高達600億美金的商品價值 這不得了 100多項從電子產品電信產品 一直到鞋子一直到玩具 可能全部都在這清單上面 那川普已經迫不及待了 非常有可能在週五時間以前就要公佈 這件事情導致了美國股市 在週一一開盤就出現大跌 中場道瓊工業指數跌了335點 這跌幅高達1.35% 跌的蠻重的 盤中還一度跌了400點 當然今天台股一開盤受到消息面 以及美股下跌利空的衝擊 自然是往下走低 不過盤中並沒有走得太低 最多也不過就跌60點就上來了 但是這個指數也是再次的跌破 1萬1000點的大關 連同週一以及上週五 連續三天盤中突破了1萬1000點 可是收盤全部這三天都拉上來 你就是說台股有多強 今天收盤指數只有小跌了36點 開低30點 小跌36點 指數又重新收回了1萬1000點之上 這1萬1010點做收 到底台股是什麼樣的力量 這個三天連續的 國際利空都不怕 這麼大的 可能中美貿易戰的衝突都不怕 那這什麼力量呢 這我們等會兒 6點到7點的節目 再跟聽都沒有報告 我們再來談 今天週二是我們生活與財富的時間 那今天生活財富談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談 你怎麼樣選擇好的橄欖油 你怎麼樣選擇好的醋 這個醋加橄欖油 現在沾沾麵包吃很棒的 我們說現在國人生活品質 越來越提高了 過去可能大家在用油上面 不是那麼講究 用醋上面不是這麼講究 但現在特別講究 為什麼生活品質提高了 口袋錢多了富裕了 大家希望說我們有更好的 食衣住行的品質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 禮拜二要開闢這單元的主要原因 就是說我們投資 我們理財賺的錢 其實我們就要把這些錢花在我們自己 豐富生命跟生活上面 這樣才值得 不然我們辛辛苦賺的錢幹嘛 所以我們很多聽眾朋友 可能退休了 可能說你現在有社會地位了 你有一定的財富的時候 我都跟很多人講說 其實你錢要用在自己身上 不要很辛苦的去賺錢 賺來的錢也不知道用 你都拼命賺那麼多錢要幹嘛 對不對 這其實很枉然 所以說我們就開了這個單元 這個單元自從開闢之後 很多人都說這個單元很好 給他們很多的各方面的生活知識 我就在想說 最近這幾年大家都在談食安的問題 也在談說怎麼樣吃得健康 有一個健康的食材的選擇 就是用橄欖油 這個地中海飲食 現在已經被證明 是預防高血脂 心臟病三高 很重要的飲食方式 這個地中海飲食 我去研究了 其中用橄欖油 用醋 用堅果 然後新鮮的蔬菜 這幾個東西用的非常多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來想來談一下說 到底怎麼樣好的 去選擇橄欖油 選擇這些食材 因為講實在的 這個橄欖油進口爸爸醬 你到超市去那個架子上面 你根本不知道哪個品牌好 哪個品牌不好 那這些標示全部都英文的 你也不知道這些英文的標示 到底要怎麼閱讀 怎麼樣去分辨 這些標示哪一些是重要 哪些不重要 哪一些標示 其實是關係到這品質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專家 一次來跟我們談清楚 讓我們知道說 這些標示到底要怎麼閱讀 以及我們怎麼樣花錢 也花在真正好的產品上面 我們今天請教的就是橄欖油的專家 同時也是這種 相關進口處的專家 聚德副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周志平周總在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是有直播 所以聽眾朋友 您上我們news98的臉書 官方粉絲團 您現在可以看到我跟周總坐在一起 那我們等一會就來談 怎麼樣選擇好的食材 周總你好 你好木豪兄 大家好 周總是研究非常多好的食材的對不對 不敢我們只是希望自己吃好一點 那您是什麼樣因緣開始去研究這些食材的呢 進口橄欖油進口 從意大利進口處呢 是的 因為我們本業本身做美容業 對 美容業很多人都想要維持曼妙的身材 跟好的臉蛋 那20年前我們就在意大利這個交涉 那15年前了解我們的莊園 對 那了解莊園以後 本身我們每年去 大概都會自己買回來吃 也並沒有想說 這個引進臺灣 然後讓消費者能夠來享用 以前是自己吃 自己吃 每次去都會帶幾瓶回來吃 吃完就念念不忘 就像每年定期約會 去看看 然後買回來自己用 對 意大利人是每餐必有橄欖油對不對 沒錯 這是意大利人 尤其歐洲 他們本身用橄欖油的數量 是很龐大的 因為你可以假如說到歐洲 你去看尤其意大利的餐廳 對 你吃個披薩 本身它也有橄欖油 你隨時都自己可以用 沒錯 任何餐廳你就油啊醋自己來 油跟醋兩瓶 它一定放在餐桌上 餐桌一定有的 所以你不管吃任何東西 你都可以加這兩個 可以自己用 拌在上面 是的沒有錯 就它不是只有用來炒菜的 是的 它其實用更多的其實是當佐料的 佐料 對 那有很多人 我想要跟各位做一下 分享我們的經驗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說 哎呀 好的橄欖油只適合涼拌 做這個涼拌菜 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 對 地中海飲食也是有熱食的 非常多 其實橄欖油也可以用來熱炒 沒有錯 現在已經證明說 橄欖油其實是適合 上百度高溫的熱炒 高溫沒有錯 高溫它這個炒過或做飯以後 它並不會影響它本身的品質 營養價值也幾乎不大會流失 是是是 好那 呃您剛講說 您是從意大利莊園引進橄欖油 沒有錯 那包括這個醋也是從莊園引進來 對 為什麼要特別從莊園呢 好我們先談一下 莊園跟非莊園有什麼差異 有差異的 因為 大家可能很多消費者 包括我們在內 以前我們還沒有引進 呃我們橄欖油之前 是 我們家裡也有負責煮飯的 的人嘛 對 那就去各大超市看 先看有時候會 當然以消費者立場就先看價格嘛 對 便宜一點貴一點 那有時候你在買的時候 就每次就買不同品牌來試一試 對 可是我想我們個人也是一樣的 很多人都覺得說 他找不到一個他喜歡的橄欖油 哪怕就是價格高或低 有時候不是問題 重點是什麼 你消費者我在賣場 我買產品的時候 我光看他的標示 我看不懂 沒錯 那怎麼辦 那英文的啊 對有些英文 有些英文字看得懂也不知道他 義大利一定是標義大利文 希臘標希臘文 對 那麼 包括其他國家 西班牙 對西班牙 對他本身的語文 然後他標 可是有個重點 你要看到 因為台灣 我們政府的法規規範 他不會管制你的 油的供應商的資料 對 他只要有一個符合就好 進口商資料符合就可以了 OK 他只管是進口商 他不管是供應員 對對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莊園 因為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覺得有點驕傲 因為 比較有這種概念 以前為什麼會找這個莊園 對 就由我們的供應商 本身 義大利人 他們家就吃這家的油 所以15年前 就想跟義大利說 我們了解義大利橄欖油 他說我們就吃這家油 改天我帶你去 對 那麼開車離他工資兩個鐘頭 算不遠 那麼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叫這個Vano Galletto 這個地方 那我們講大區 就叫Patova這個地區 所以我們去了 就在第一次拜訪他特別約好 就是11月左右 在橄欖油生產的時候 了解他 然後這些年呢 當然也不斷保持聯絡 那有個重點來了 因為這家公司呢 這家其實他已經1960年開始 可是到2012才登記公司註冊在歐盟裡面 這之前根本沒有做生意啊 就是賣給鄰近的人 鄰近當地的還有遊客 因為他那邊很漂亮 那麼 就供不應求了 是就OK了 那平常他也不在這個原子裡面工作 對 假日 才去照顧一下原子 是這樣 對 他的數不多啦 我們講 這講起來有點好像 2500顆 2500顆橄欖素 對 就這麼多 那麼2500顆 他每年怎麼生產 親朋好友 意大利後舟的朋友來幫忙 都退休啦 對 五六十六七十的人幫忙 然後做完就回家了 就住他家 就這麼簡單 這有點像是那個 就是家族非企業式經營模式 沒錯 那平常這個第二代跟第三代 都在外面的公司上班 OK 第二代在意大利的西門子公司 當經理 是 那第三代兒子當工程師 在別的工廠 對 就很簡單 那家裡就是一個媽媽在顧 嗯哼哼 那很特別的是 為什麼2012才登記註冊 因為我們有跟他講聯絡 那2013我們公司引進嘛 所以剛開始他根本出口都不會 所以出口還是你們教他 我們跟他講 然後找找佛國的去找他 然後包括一些文件 他在他 因為他登記的註冊 他慢慢的要聊學習嘛 怎麼出口嘛 對 所以當時包括標籤啊 我們中文標示啦 要跟他講 我們把稿子給他 然後他幫我們成全部 他請設計公司印刷廠都弄好了 對 確認了 我們覺得可以了 我們才印刷 OK 整個標籤從意大利原莊園 就貼好過來台灣 嗯哼哼 所以我們也蠻驕傲 因為這幾年 我們在自己在吃 包括親朋好友 對 就覺得這個 這麼好的油 怎麼以前都沒看過 對 包括不瞞各位 我們在世貿展場的四年 對 有非常多的行家 我們真的行家 是 買了我們商品 要開發票 拿了名片出來 都是公司大老闆負責人的 他說你們這麼好的油 外面為什麼買不到 嗯哼 那我們就跟他講啊 對 外面要上架費啊 對 外面太多限制了 對 所以有緣分的人 會吃到我們家的油 所以有個問題在這兒 原來就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 意大利 有很多這種家族了 有非常的多 他們其實這個莊園 可能也不是很大 都不大 那他們其實也沒有 企業化經營 沒有 那他們過去就是很傳統的 延續這個 幾代以來人 這樣的做法 很多都是這樣 那就反正附近人賣一賣 或者說意大利 國內賣一賣就好了 國內還離不開 他那個地區 就沒有了 因為量很少嘛 OK 對 那有個重點 消費者我們剛剛談 就是他 消費者可能標示看不懂 對 那麼好了 很多消費者說 extra virgin 他一定要如何如何 但有個國際標準 我們跟各位做分享 只要你要號稱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就是特級出榨 冷壓橄欖油的 瓶子本身 國際標準 一定要標酸價 OK 酸價是百分之0.8以下 是 那這個為什麼叫百分之0.8呢 就是100公克的油 或是100毫升的油 你在製作過程 在裝瓶了以後 這個過程 你跟空氣接觸的氧化的程度 是 不能高於0.8克 OK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很多人說 哇你近年的油酸價如何如何 這專業會講酸價 消費者說酸度到底多酸 是 但是我要講 各位可以去市面上各大賣場看看 有標酸價的橄欖油品牌 10個手組的大概數得出來 酸價會標標示在這個品牌上 一定要標 國際標準就一定要規定你要標 OK 可是進來國內的有非常多人沒有標 國內大家也不知道什麼叫酸價 消費者不懂廠商也過於不講 我們老實的人反而被罵 為什麼你要標 人家都說可以不標 你為什麼要標 那就是問題 OK 這是很嚴肅的課題 可是我們必定要講 好那這種好的橄欖油 除了酸價以外 我們到底還要注意些什麼 包括我們怎麼樣去read 就是去讀那個瓶子上面的一些標示 這個來您先跟我們講一下 就當然肝癌油對身體非常好 對健康非常好 我想這個我們就不用說了 他有很多很多的好的功能 那問題就是說你要吃到好的油 這個對身體才會更好 那吃到不好的油 搞不好對身體還有害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就說 就像您剛剛講 隨便講一個酸價好了 可能一般人就沒聽過了 什麼叫酸價 沒錯 那除了酸價以外 我們還要需要知道 必要去知道有哪一些 您喝的橄欖油 或是您要買來做菜的橄欖油 它有分嘛 目前大概在市面上 可以看到所謂的特級橄欖油 就是extra virgin橄欖油 另外叫pure橄欖油 那pure當然很多人就適合 說炒菜高溫 那是ok的我覺得 因為pure就是已經第三道了 是 然後第二道叫virgin 可是市面上幾乎沒有virgin的橄欖油 那您說virgin 就是第一道冷壓的是不是 virgin就是第一道冷壓完了 再壓一次 叫virgin ok 第一道冷壓完再加一次就是virgin 再壓一次叫virgin second就是virgin ok 第一道就是extra 第三道它一定要經過溫度的 把第二道的再加溫過 然後再加一點點extra virgin的 第三道才叫pure ok 那pure已經經過處理了 我們個人不建議了 當然假如說因為經濟考量 你用pure我倒覺得還好 那那市面上pure就很便宜嘛 可是假如說你要吃的好的橄欖油 你要知道extra virgin 你今天是用單一的油還是用附方的油 那這有什麼差別 有差 單一的油因為橄欖油 市面上可以炸出橄欖油的橄欖 大概有350個品種 ok 大概有350 那每一個地區 歐洲啊很多地區因為緯度氣候啦 環境各方面 它所造就每一個地區有單一的 適合它生長的橄欖素 了解 那麼單一的橄欖素 我們個人認為 就像我們這個公司叫Franthoil Franthoil這個品種的橄欖油 它是油脂含量 營養素 橄欖多分各方面都非常的高 甚至我們的橄欖油裡面還有維他命E 就維生素E的 對 那有些橄欖油並沒有 是是 所以我們要單一品種 單一品種的橄欖油本身穩定度相對的高 那很多透過油廠 只要你買的是油廠出來的橄欖油 大部分都是副方的 就不同的橄欖 不同的橄欖有兩種到五種 最多大概沒有超過五種 都兩種到三種左右 它有不同的產地 那用機器採收 對 然後一般各位知道歐洲非常大 它的公路系統 鐵路系統很發達 你只要十個鐘頭運輸不遠 算近的 對 可是你要了解在這個container裡面或是卡車裡面 這麼長時間的運運送它會產生氧化跟腐敗 一定的 包括機器採收都會碰撞 是 那我們是莊園 獨立莊園它是用手工採收 哇 那我們的莊園因為數不多就在家附近 一個鐘頭內一定到家裡 家裡就是工廠 馬上就在這個莊園旁邊的工廠 是是是沒有錯 就在家裡 那麼它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水 你一定要我們橄欖採收好以後 送到這個家裡面或送到這個莊園 本身它要做橄欖油的時候 一定要洗嘛 對 有灰塵啊 有什麼要洗 對 那用洗這個是用山泉水 它並沒有自來水 對 那所以應該是完全天然 洗完乾淨了以後才去壓 對 壓完以後馬上是裝瓶 嗯 那有個消費 我要跟各位澄清 有些人說我們的橄欖油是在 溫度幾度下去壓出來的 對 講這個有點外行 對 它一定是在工廠裡面 是 工廠就設定有空調嘛 我可以設定18度15度 可是我們沒有啊 家裡就是很開放的 外面現在9月底或11月初 外面是10度12度 就是這個時候嘛 了解 那就這個時候壓 所以壓的溫度有 跟橄欖油的品質有關係嗎 影響其實只要你不是溫度很高 影響不大 OK 因為在室溫大概15度 10度左右 我在他們來講是覺得是最適合的溫度 嗯 因為比較涼嘛 比較冷 而且不會太熱 對 那壓完以後它就是裝瓶了嘛 嗯 那有時候你沒有辦法一下子裝瓶 完全裝完 它一定放在儲存槽 是 那這儲存槽是不鏽鋼儲存槽 桶裝的 對 很大的一個不鏽鋼 看你要裝多少 你的油大概有多少 你本身就是要去去考量 是 那裝完了以後 它裡面要沖液態氮 嗯 嗯 那就幾乎是保鮮了 嗯 對 OK 這是我剛剛跟各位分享 就是你要單方的油 還是要負方的油 所以單方負方也很重要 很重要 單一的感染品種或是說 好多感染品種混在裡面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講油廠出來油不是不好 因為它穩定度高 對 相對價格比較合離 又便宜 那可是有個問題啦 為什麼油廠的油它要不同的感染 有些酸有些色有些苦 有些就是比較不好 是味道可以調和嗎 它可以調 就有經過品油絲 嗯 單一的油它一樣單一 單一不同的橄欖 對 濃壓壓完放不同的儲存槽 然後品油絲針對每一種油 拿出多少量來mix 嗯 然後去測穿酸架 對 測好了以後 他說我就是要這樣的油 OK 是口感的問題 口感 對 對 因為呃 橄欖油很多人會就是直接這樣 用瓢根就吃下去了 是 對不對 直接飲用是非常好的 欸那這種 就是說好的橄欖油通常吃下去什麼味道啊 還是說這個味道不限啊 啊 其實我們剛剛談有不同的橄欖 不同的產區 它的油 呃 每個人口感一定是不同的 但是有很多人有一個誤解 就是說哎呀你這橄欖油吃起來 怎麼這麼刺吼啊 嗯 其實它的觀念是錯的 因為 這裡面有所謂的橄欖多酸 跟橄欖本身營養素 是 你在嘴巴裡面在嘗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一點點刺刺的感覺 是正常的 可是好的橄欖油 它又不能太刺激 嗯 那接受度就要高 嗯 那很多人了解說橄欖油怎麼品 我們講就很多人在品橄欖油 它的方法跟我們品茶是一樣的 對 品茶品紅酒品橄欖油都是一樣的方式 用舌頭 舌頭你要去這樣喝一小口然後吸透過你舌頭跟空氣跟油啊或是這個這個酒或是茶本身它產生擾動以後 然後在你的包括牙齒縫 然後不斷的這樣做作用 然後你慢慢的去品嘗然後驗下去以後 在我們喝之前甚至你要用什麼有一個這個油品油杯 嗯 就像茶杯你要握在手上 嗯 然後那溫度提升以後在鼻子上聞一下先聞香氣然後再喝喝完以後再去感覺 嗯 那很多人不了解 那很多人說啊我這個有好吃這個也不好吃 有時候不是這個問題 OK 我另外一種方式呢就是意大利人啊西班牙人他們也很流行吃的方式啊 就是台灣現在也漸漸開始這樣的方式 沒有到比較高檔的西餐廳去啊 是 或是法式料理的餐廳去 他就會給你一小碟 就是橄欖油上面加紅酒醋 是的 這個紅酒醋呢也是很好的紅酒醋 這等一下來請教周總 就是所謂紅酒醋進口醋 是到底他們好在哪裡啊 以及又說怎麼樣去品醋了 是 那已經好的醋跟不好的醋怎麼去分了 好的 這個等一下請教你 這個油加醋其他的味道也會變 是的 他也會有一個很特殊的風味 沒有 沾沾麵包啊 是的 或是說你直接就這樣子一瓢根吃下去 我覺得其實也挺好的對身體 對 沒有錯 他吃的方法當然一人各益的 對 那我們講因為有很多女孩子 甚至她希望說她的皮膚永遠比較保持在青春年輕美麗 好的橄欖油 它是非常好高檔的保養品 天然的保養品 對因為我們人一定要油脂啊 皮膚需要油脂保護 五大原素 五大營養素之一 是的 是的 包括有很多人嘴唇比較容易乾裂 那你用一點橄欖油保養一下 我是覺得很好 所以聽眾朋友千萬記得 這個人不可能沒有油脂 你不要說我都不吃油 油會讓心血管疾病增加風險 其實你錯了 好的油不會讓心血管疾病增加風險 是不好的油 不好的油脂才會造成這樣 另外有誤解 很多人說他怕胖 對 怕胖他不喊 不可不要吃油 我們說你怕胖一定要吃好油 吃好油不會胖 不好油才會胖 不好油才會胖 而且好的油脂 它基本上它是有抗發炎 然後有很多好的功效 是的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就是說我們的營養素 還是要攝取均衡 是的 就不要這個偏廢單一的營養素 沒有錯 那如果你是素食者的話 其實你要更注意 這個蛋白質跟油脂的攝取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九八新聞台 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我們今天生活以財富的單元 我們談怎麼樣選好的橄欖油 好的紅酒醋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我個人的最愛 我每天都吃紅酒醋加橄欖油 因為我母親年紀比較大 那其實最近這幾年留情吃薑黃 是的 那我一個朋友正好他們有在種這個紅薑黃 就是說他們有生產這個紅薑黃粉 那我就擔心老人家會有失智的問題 那聽說這個薑黃也可以預防失智 而且抗發炎 我就問他說這個薑黃怎麼吃 他說他跟你講 我告訴你怎麼吃 你就是橄欖油 加薑黃 然後把它調和一下 對 他需要油脂 因為他說薑黃是脂溶性的 所以說你一定要有油脂 你如果說只吃薑黃 他吸收不好 你如果說要油脂 所以為什麼印度人他們都咖哩啊 就是一定是主菜啊 因為他有跟雞啊 這些有油脂嘛 就比較容易吸收 我每天就給我媽吃一瓢 就是薑黃加橄欖油 再加紅酒醋 那我媽就一定要吃下去 我覺得他現在身體很健康 我覺得很棒 口感也很好 很好也很好 對 那我是這樣吃 那不知道這樣吃對不對 我還是要請教專家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 聚德副有限公司的 周志平總經理 周總是從意大利進口 這個橄欖油跟紅酒醋 還有進口這個有機的蔬菜汁 有機蔬菜汁蔬果汁 對 包括這個橄欖醬 橄欖醬 這些都相關產品都有 沒錯 那當然進口這麼多年了 對這個產品 對整個意大利的環境 都非常熟悉 是的 我們剛剛第一段就談到說 這個緣起 包括怎麼樣去挑好的橄欖油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周總 那您進口這些東西 您一定自己吃嘛對不對 當然我們是自己吃 那你怎麼吃 你跟家人怎麼吃 教一下我們就是說 您的正確用油的方式 以及就是說你們的生活 現在怎麼樣跟這些產品 結合在一起 OK好 我們先從橄欖油開始 我們家從自己進口之前 對我們就一樣拿來炒菜做飯 對 那麼自己家進口 我們一樣沒有改變嘛 只是油品換我們自己進口的 是 那麼我個人比較特別的是 我每天呢吃飯 我們家是吃飯的 嗯 吃一碗白飯 早上 嗯 我就加油 哦 飯上攪油 早上就橄欖油加在飯裡面 各位可以嘗試看看 是非常的好吃 哦 那麼 加多少 大概加多少 就看你的意思啊 你一碗飯要加到很多油 可以啊 我就大概應該有二三十毫升吧 就倒下去嘛 二三十CC 對 然後就吃嘛 嗯 有點像以前我們的豬油拌飯 這個概念沒錯 因為我從小是吃這樣長大的 OK 那 只是現在換成乾淨油 可是因為中午 大家就在公司上班就外食嘛 晚上回家也在家裡吃 嗯 我家裡晚上多了一個就加醋 嗯 我就油用完再加紅酒醋 OK 好吃極了 嗯 我就這樣吃 吃了將近三年多 OK 對 好 所以就每天就是紅酒醋加橄欖油 就是必備了 對 是必備了 跟生活結合在一起了 對 那麼也有很多人說 啊我每天吃不是吃飯 我吃麵包怎麼樣 麵包OK啊 你吃吐司也 吃這個吐司也可以 吃饅頭也可以 就沾橄欖油紅酒醋 沾油沾醋 哦 那是也是好吃的 好 好 那呃 剛剛我們前一段談到就說 怎麼樣從瓶身上面去看到好的橄欖油 就是那呃 標示我們怎麼去read它 我們今天有直播啊 就是聽眾朋友 您如果要想看到 這個標示的話 您可以上這個 我們698官方粉絲團 哦 我們的現在網站上 您可以看到直播畫面 好 我們先看一下啦 當然這個上面有個掛牌 這是比較榮耀 因為我們去年有得獎 得獎 等一下再談一下 那這品牌 那這品牌叫Frentorio del Valacadette 這東西它是1960開始 意大利文 意大利文 對 那這莊園本身就是長這個樣 這重點來了 很多都會寫Extra Virgin 這意大利文 Extra Virgin的Oliva Oliva就是油的意思 Oliva就是橄欖的意思 重點在這一行字 這行Oliva這個比較小字的 我們就不念戴過 到目前台灣進口 意大利橄欖油廠商 沒有人標示 這就意大利栽種的 橄欖冷壓出來的油 您說這幾個字 是代表這個意思 對 再來後面 大家寫 Prototto Italiano 就是意大利生產的 那從表面 你可以看到 就比較特別 它有標示這一行 為什麼標示這一行呢 因為業界也好 市場上有一些油呢 它並不是意大利栽種的橄欖 了解 做出來油 那我們就不講了 它可能是西班牙或其他國家的 有可能 因為前年吧 前年的我們的衛福部 還寄信給所有廠商 我們也收到 近期發現前年的一月吧 有不肖廠商 從他說國家了 從土耳其 然後轉到意大利 然後再出來說號稱意大利 那是政府 就到意大利過個水就對了 然後我們收到信是這樣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寫第一道冷壓 這邊寫單一品種 這個是上面有寫的 然後純手工百分之百怎麼樣 意大利怎麼樣做 來這裡 剛剛講的酸價有沒有 我們這之前是0.31 用貼的 因為每年都不一樣 用貼的 再來呢 它的效期一定要寫 你只要從上面判別 那有些人說 這個條碼國條 當然意大利是80 這開始一定要有的 就一個8扣上面 對對對沒有錯 那一個重點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這些現在看到的油 是2016年年底生產的 現在2018嘛 2017年底的油還沒來 現在我們還沒有來 因為下個月 5月才會到 意大利政府規範 2016年改變的法規 2016年生產的油 你是當年生產的 你要裝瓶 你要銷售 你一定要把那年份 飆上去 這個在業界 在台灣我還沒有看到 除了我們的意大利以外 還有別人敢飆 沒有飆 當然這有另外一個學問 我們等一下有空再說 所以就像各位買紅酒 你在某一年生產的紅酒 它一定要飆那個年份 然後你好的紅酒 你的價格你可以儲存 你就以後就會有一些市場 這個年份跟紅酒價值 差很多了 是的 那我們的油 意大利政府規範 也這樣子 從2016開始改變法規規範了 這詳細 我們在我們網站上 都會寫清楚 所以那這油了兩年 所以它就是 效期到這時候 2019的6月30號 那有一些消費者的概念說 我今天買這個油 已經差一個月了 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好的 這個單一的油 橄欖油 它就算它的效期到了 到最後一天 甚至過了 我告訴各位 只要是好的油 它是不會變質的 是 你一樣可以使用 是 所以有很多人有迷思 常常在店頭 有很多人在賣橄欖油 現在是買一送一 因為效期剩三個月 對 那廠商有庫存壓力 店頭有庫存壓力 他就買一送一 可以買 你還是可以買的 是 可是我們油 好像很少看到 可以買一送一 這要講 因為你們油賣不夠 我們油太少了 OK 可是這邊還有一個重點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叫 CE後面有一大堆號碼 這個是我們的 我剛剛講過 2012 它是2012才在歐盟登記 註冊的公司的編號 這不一樣 你外面可以看不到 然後這邊甚至 這邊有它公司的電話 你可以找到 公司的網站 公司的地址 你可以找到人 這是我們覺得比較特別的 我們一定要講 那進口上 代理上一定要寫清楚 上面一定可以找到人 所以比較特別 營養標示一定要標示 那這是包括所謂的回收標誌 這也要寫 我聽朋友講說 橄欖油很怕光 對不對 是的 就是說橄欖油最好 不要直接曝曬在陽光下 沒有錯 所以為什麼橄欖油的瓶子 都要用深色的 就是它就是 就是不要讓光透過來 對 講這個瓶子 是不是這樣 正確 好這個瓶子還要食品級的玻璃瓶 不透光的 因為玻璃瓶還有差 食品級有差 因為食品級的玻璃瓶 本身它有經過硫化處理了以後 它可以耐高溫耐酸鹼 它就不會產生變質 可以酒放 酒放 那有號稱說 坊間有人講 它油有多好 可是各位消費者 只要它跟你表 Extra Virgin Olive Oil 特級出炸橄欖油 用透明玻璃瓶裝的 你可以深思一下 Extra Virgin不會用透明玻璃 基本上國外 其實你可以去國外看看 沒有這麼抱舔天物就對了 對 因為它要保護它 對 那這是一個可以簡單判別 你從瓶子標 包括我們的瓶子 這個瓶子2013還有得獎 創新包裝獎 那我們去年2017 講這個 因為這個標示 這是我們台灣自己做的 那這有貼一個標示 這個標示就是 這個DOMINA 2017年 DOMINA International Extra Virgin Oil Contest 就是2017年去年的5月 在西西里島island 西西里島island這個地方 全球來自於19個國家 347支橄欖油比賽 去比賽 我們得金牌 OK 這很不容易 三天不容易 為什麼不容易 很多人你要參加 你還要把你的油的來源 你要告訴評審 對 好 我們在Vano Garedo 這個地方栽種的 Frontorio品種 對 那你的莊園站 地址 你是誰 你的履歷 你各方面 你要提供給他 對 就像品查一樣 嗯嗯嗯 先審查資格 資格審查完第一天 油就有淘汰一些了 有些是不符合嘛 是 然後第二天第三天 然後2020個國際品油是在品 品油是所謂的盲測 嗯 就沒有牌子的 欸不能有牌子的 不能有包裝的 都不行的 然後盲測 測出來 然後20個專家打分數 OK了解 那這個才會公平嘛 是是是 你不能說我啊 然後內定不可以的 所以你們拿到金牌啊 我們金牌 哇 我們金牌 就冠軍就對了 去年我們下半年看 國內沒有人賣這個金牌 橄榄油就是我們啊 聽到沒有西西里在哪裡 西里在那個義大利靴子下面那個島 對對對 西里本身也有很好的油 沒有錯 對對 義大利人特別喜歡吃感染油 而且應該 橄榄油來講 義大利應該是全世界最好的吧 欸 對的 因為歐盟啊 西班牙 西班牙也有嘛 對 哪裡都有 這個但是是不是義大利是最好 我們做個說明了 這個可以公允的 因為西西西西班牙是歐洲裡面呢 第一大產橄榄油的國家 對 第二大產油國是義大利 對 再來一個土耳其 對 那麼義大利是歐洲人 共認的 最好的橄榄油產產油國 OK 那麼義大利還有分 品質大部分比較穩定的 好一點的都在中北部 哦 對 那我們這個中北部 中北部就是比較羅馬以上的 對對羅馬以上 對 OK 這因為是緯度的關係 緯度跟氣候 因為它本身有些地方 它有有緯度有氣候 也有一些靠近海邊 對 有海風 有些人說用海風吹啊 對 這個樹啊怎麼樣 它是有影響的 嗯 但是吹太多海風又不行 那西西的橄欖油就沒有那麼好 因為它在南邊 是是是 但是西西的橄欖油 它橄欖油是這樣 它產量比較多 哦 它比較熱 它比較早 地中海 地中海 對 這個米南 米南那邊就應該比較好 米南 哈哈 米南是就在中部 對 那我們那個大區在帕陀佛 這不遠啦 米南大概一個鐘頭的車程 OK 那就偏北了嘛 對 要偏中北 OK好 講到西西里 我就想到誰你知道嗎 我想到馬龍白人杜 跟那個 艾爾帕茲諾 對 我就想到 Gaffa的 Gaffa的 對對對 西西里 好 這個西西里 金牌的冠軍 是 非常的厲害 好 那紅酒醋呢 紅酒醋的 為什麼叫紅酒醋 它醋就是醋 跟紅酒有什麼關係 紅酒醋是一般消費者的想法 跟說法 那外文叫Basamico 哦 那 Basamico是意大利文嗎 對 意大利文 那英文叫Basamico 沒有歐 後面那個歐沒有啦 那麼我們叫Basamico Vinga Basamico Vinga 就是紅酒醋 有一個醋的意思 對 傳統的 標準的 所謂的Basamico 這個標準的容量 是100毫升 嗯 哦 細細的 矮矮胖胖的玻璃瓶 對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公司進口叫做 這個就是商業用途的 嗯 它才有250毫升 這是不一樣的價格 嗯 那我要澄清一點 有些消費者說 哇 你這醋是幾年的 嗯 那然後你有號稱 我們只能號稱 因為外面有 有一個標準認知嘛 嗯 所謂的標準的Basamico Vinga 或是Basamico 它的這個酸啊 我們剛剛講的酸 感覺藏的酸 它的百分比 要6個percent 嗯 6個percent為標準 那我們有三部醫藥 嗯 什麼叫三部呢 這個三部醫藥到底是什麼 這紅酒醋啊 這個酸有學問的 是 這個紅酒醋如果是好的醋 它的酸喔 是很醇厚的酸喔 是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98新闻台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我們今天談了很多有關 這個現在國人很喜歡的 橄欖油啦 紅酒醋啦 這些知識跟學問 其實不講還沒 還不知道有這麼多的知識跟學問 雖然因為我平常都有在吃橄欖油 跟那個紅酒醋啊 其實好的紅酒醋 跟不好的紅酒醋 一吃就知道 是 怎麼說一吃就知道呢 好的紅酒醋啊 其實它那個醋的酸味 不是很嗆 它是很醇厚的酸味 對你可以藏得出聞得到 而且那個也就是說 時間久的這個紅酒醋 就是它比較比較久的 9年啊 10年以上的紅酒醋 它的濃度也很濃了 是的 你把它倒出來說 你看它流的很慢 沒錯 可是如果說是很新鮮的橄欖 這個紅酒醋的話 它其實它的liquid狀就很明顯 對 就很稀 是的 然後那個相對酸味也比較嗆一點 是的 大概大概我的初步的 自己個人品嘗的這個入門的感覺 不是初步 不是入門 就初步自己品嘗的感覺是這樣了 那這個還是要聽一下 聚德副的周總來告訴我們 到底怎麼去分辨好跟不好的這個紅酒醋 我同意沐華兄的這個看法 那就像很多人 各位假如去歐洲的餐廳你就知道了 你去餐廳它的紅酒有些是自己剛新鮮炸出來的 就裝在杯子裡直接倒給你吃的 那就是要比較酸色 那你放在儲存槽儲存桶以後經過時間以後再裝平的那就比較熟 比較好吃 OK 那麼醋是這樣子紅酒醋我剛剛講要三部醫藥 什麼三部呢 不能有防腐劑 這一定的 不能有著色劑 對 不能有焦糖色素 OK 可是市面上有非常多 因為價格的問題一定要有 否則它沒辦法 對因為你有色素看起來比較黑嗎 對然後加一些焦糖 然後還加防腐劑 看起來比較純 這三部 醫藥藥有什麼藥 IGP 什麼叫IGP IGP就是國際所認定的地標 在特定的原始產地 用傳統的工序在當地原材料去製造生產的 才叫IGP 那評審上看得出來嗎 一定要標示啊 我們就我們的處這上面可以各位看到 這這邊有就IGP 這邊寫IGP 另外那一瓶也有寫IGP 一定要標示IGP 就這個黃色的標籤 對對對小圈圈嘛 IGP IGP它英文簡歇啦 I就identify G就是geography 然後P就是這產品 那您剛講什麼焦糖色素 這幾個我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放 產品的營養標示 或是成分上要寫 叫ingredient上面要寫 那它如果有放這些 它一定不會寫 呃 不寫就違法 你可以去檢驗嘛 不寫就違法 所以很多廠商為了避免違法 它還是有 但它不會賣的時候不會告訴你 你要自己眼睛睜大一點去看 了解 標示上成分上就一定要寫 OK 好 所以這個標示要read 這個你不要買了 你也不看標示 對 沒錯 就是直接放到菜籃裡面去 沒錯沒錯 好那 呃 怎麼樣吃紅酒醋 怎麼吃紅酒醋 其實很多人到目前很多消費者聽眾 都有個概念 我只做沙拉 那大錯特錯 其實我吃魚我也會倒一點來沾 正確 正確 我吃魚我喜歡沾醋 沒錯沒錯 我也是這樣子 因為醋有分好幾個 尤其是油炸的魚 對 因為比較油 正常用醋來消點油 醋好 既然我們吃醋其實中國人吃醋觀念跟這個歷史是很久的 是是 那一般的醋是米醋啊 對 那我們這是用紅葡萄去做的醋 嗯嗯 所以叫紅葡萄酒醋 哦 那這紅葡萄呢 是生產最高檔紅葡萄酒的葡萄去做的 OKOK 它的品種特別 那果實顆粒 所以就叫紅酒醋嘛 對 果實顆粒特別大顆 了解 所以它也可以釀葡萄酒 但是它沒有它把它做 為什麼 講到要追溯歷史 很多人說以前是沒有紅酒醋的 是是 有一些時候就是義大利這些 或者酒商啊 就是做酒釀酒的人啊 農夫啊 他釀酒的時間過過了 對 他沒有裝起來 或是那個品質產生一點變化 發酵發酸了 紅酒發酸就變醋了 對 他發酸了以後他覺得說 這酒怎麼壞掉了 對 後來他們就是啊 為了這樣 然後再經過一些時間再去煮一下 他想說在溫度再煮一下 再儲存 他說會做一些改變 嗯 然後就在自己餐桌啊 或在這個親旁也分享說 這味道很好啊 嗯 很特別啊 可以做別的料理啊 嗯 然後這樣才有一個紅酒醋出現 哦原來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的 就是無巧不成 然後變成好的商品 OK 然後就變成 可是講了 紅酒醋的故鄉在歐洲意大利的 Moderna 嗯 所以Moderna生產的才可以標IGP 哦 所以你們這是Moderna的 Moderna的 嗯 而且這Moderna比較特別 這個促場 我們要跟各位看 假如是這個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 Great Test 2014啊 這個叫Press Release 就是一個新聞稿 嗯 那新聞稿 就這一個 我們畫面上有的這個 他得到了 2014年得到兩顆星星啊 金色的星星啊 是 他在2010年有一個創局 在意大利突破銷售100萬平 哇 光意大利就 光意大利銷售100萬平 所以在意大利銷售No.1的 嗯 那2014又得了兩顆星 2016又得了兩顆星 嗯 那麼他今年聽說啦 應該還會再得星星 OK 可是這幾年有一個風潮呢 在意大利 假如各位有在意大利 看意大利節目 或意大利廚師比賽 嗯 廚藝比賽 嗯 這個處變成指定的 哦 是 指定的處 嗯 哦 這是比較特別 我們覺得還蠻欣慰的 嗯 那剛剛各位有人 這就跟您剛剛講 那個橄欖油不同莊園 不懂不懂 就是只生產醋 OK 的這個醋 就您的 您的這個商品來源很多了 對我們就是挑最好的 了解 挑最好的 我們才進口 OK 好 那呃 這個紅酒醋 怎麼從它的味道 就我們品味 聞它的那個醋的味道 以及那個口感 怎麼去分辨它 今天各位 我想我們的嗅覺啊 大概都 除非你很喜歡吃一些 特別的 嗯 不然一般人的鼻子 嗅覺大概很靈敏 嗯 你還沒吃之前先聞一下 嗯 哦 蓋子打開先聞一下 你聞到都是一個非常清新 而且很香的 嗯 不是香料哦 那種味道 你個人會有一個概念 那你再來一小口品嚐看看 單獨品嚐 不要任何佐料 也不要處理 不要加熱 嗯 那品嚐看看 你那個滋味在嘴巴裡 你會知道這個東西是真的 天然的 還是有經過人工作的 嗯 可是有很多人不明白 那不明白都要比較 嗯 或是經過一些專業 或是有機會 像我們在世貿展場啊 有些人在嘗嘗看 哦 好東西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啊 你的產品物超所值 很多人就覺得一瓶要好幾千 可是沒有 我們這是很合理的 哈哈哈哈 他發現哇 他原本的預算 有人三千塊買別的醋 來我買 我們都可以買三瓶 嗯 他說你們怎麼這麼優啊 我說是啊 我們因為我們比較過了嘛 嗯 對 比較實在啦 OK 好 所以說就是可以先 不要沾任何東西 也不要加任何東西 直接用這個嘴巴 這個舌頭 來品這個醋 是的 聞一聞 然後品一品 對 其實好的醋 好的東西 你會吃出它那個原味了 對 就比如說 你去超市買一瓶 那個十幾塊錢的 台灣生產的那個醋啊 這個醋 其實你吃起來就很嗆嘛 對不對 好 那個醋 你沒有辦法直接用 用品的嘛 是是是 不過那 那個就調味的嘛 也是安全啦 我們講安全 安全性是夠的啦 安全性是夠 但因為對啦 那也都經過國家檢驗啦 對對對 只是說這個吃下去 對身體好不好 有問題 對 因為現在三月嘛 像每年的夏天啦 或是各位 假如說你平常有一點疲累的話 我們也常常用醋 這個我們的Basamico紅酒醋 加蜂蜜 好 然後加蜂蜜 然後調一點溫開水喝 好 這我看你還有帶來那個 就是蔬果汁對不對 對 蔬果汁 那這個蔬果汁 又有什麼不同的淵源嗎 有的 這個在講是2013年的時候 2013 不到2014 因為這個公司啊 它是一個農夫啊 他這個是意大利 他有這個農場在意大利羅馬附近 30公里 那這農場比較特別是在哪裡 他2014來台灣招商的時候 我們是其中之一個面試的廠商 還要面試 他面試 當然他找代理商嘛 OK 國內有很多大廠都去面試啦 可是他沒找大廠找我們公司 因為我很挑剔嘛 對 他說好啊 那我們跟你合作 可是合作之前 他要求我們帶他看市面上幾個市場 超市 101超市 還有什麼樂費超市 有幾個超市 對 Jason超市 對 都是跟我們配合啊 哦 他說我們產品應該放在這樣的位置 嗯 嗯 那隔年的春天3月 我去拜訪那農場 嗯 坐著車去 嗯 各位知道在農場 多大嗎 嗯 義大利第三大湖 100年前乾掉的農場 嗯 湖泊本身是很平整的嘛 嗯 旁邊是2500公尺國家公園 嗯 沒有污染 嗯 那麼 直線距離40公里 半個鐘頭還在農場裡面 呵 那等於 會嚇死你 那個鳥飛一天飛不出去那種啦 沒有概念 同時 同時在耕地運作那個農機是十幾步 嗯 那他是種什麼 種這個蔬菜 就胡蘿蔔 哦 種胡蘿蔔 種胡蘿蔔 只種胡蘿蔔啊 他50年前就是胡蘿蔔的農夫 只種胡蘿蔔 OK 那旁邊是國家公園嘛 嗯 都有血水嘛 嗯 他胡蘿蔔以前他的爸爸 就是種胡蘿蔔 然後用血水洗一洗 當利賣賣而已啊 嗯 可是1990開始 因為他產量越來越大 對 他的父親就到 嗯 到美國學習怎麼生產製造蔬菜汁 技術 那麼這幾年 他們不斷在擴展國際市場 五年前才開始擴展國際市場 那這個有機 胡蘿蔔汁對身體有什麼好處 非常好 胡蘿蔔在日本人來講 又叫男人的人生啊 OK 他可以我們講的就是可以增加男性的活性啊 活力8% 嗯 那這是100%有機非常難得 哇 對 我以後要開始喝 我戴眼鏡啊 我戴眼鏡 我老花 對 喝完一瓶半個鐘頭眼睛稍微 亮一點 對嘛 這個兔子喜歡吃 兔子吃 我眼睛特別亮 他現在有 我們還有紅 維生素A啦 對維生素A 而且講的就是維生素A 只有我們有這個維生素A哦 不要說看這個胡蘿蔔顏色就有胡蘿蔔 只有我們有 所以我們上面有標 那他的紅跟橘有什麼差別 紫色的胡蘿蔔 紫色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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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青素很高 喔花青素 這一瓶116還克花青素 哇花青素是抗癌的 對 我們還有填在根 抗氧化 我們有三種 這是純的 說實在就是機能性 好 哇 今天挖到寶藏了 好非常謝謝周總來我們節目啊 這個以後 以後周總再再多來跟我們講一下 這些好的食品的嘗試 知識 再跟我們多講一下 我們今天講的時間有點不夠 對不起 我們今天時間只有一小時 不然我們把下一段讓給你 哈哈哈 感謝你感謝 好 有機會有機會 非常謝謝 聚德富有限公司的周治平 周總來我們節目現場 下次再見囉 周總 好 聽眾朋友我們下個鐘頭再見 拜拜 我 給你一點點兒